决战一触即发 一个新兵却误上了将军的战车 将军却没怪罪 只因他笨手笨脚 肯定下不了战场 压时 二十万大军厮杀在一起 而新兵却像变了的人 跃下战车 夺下敌方战马 万军从中将敌方将军一箭穿心 秦军大胜 可将军却身负重伤 泥流之际 他欣慰地望着新兵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皇帝 第一次御驾清征 此战之后 天下皈依大势已现 然而 战场上秦王所向聘命 可回国之后 却只是个空架子 得知大王凯旋 老矮立即求见吕不韦相国 六国都灭了 在大王那儿 相国还有什么用呢 老矮的一喜话 让吕不韦大梦方形 为掩盖金花 只能大笑回忆 果然 第二天韩国使者敬见 愿意割让城池三座一合 可知在天下的秦王 岂能止步于此 然不等嬴政开口 你可以回去了 是 然而韩国使者的恢复 让嬴政彻底动了杀心 韩国君臣 永不忘相国 救命的大德 只谢相国不谢大王 更可怕的是 吕不韦和群臣 居然并没觉得不同 于是秦王短暂诧异后 开始了第一次反击 我要喝酒 嬴政端起酒杯 当着韩国使者 单膝跪地向吕不韦敬酒 见吕不韦无动于衷 嬴政起身脸色骤变 二十五万将士 等着功臣的亡命 眼睛望出血 有人在咸阳的殿上 他是不灭 可惜吕不韦没悬崖了吗 在百官期待的目光中 老臣这一杯 也是罚酒 先王在 老臣是相国 先王不在 老臣还是相国 说罢拂袖而去 以此要挟从未理政的嬴政 下一秒 秦王果然屁颠追群 即将出殿时 却刹车转身 坚定地看着百官 那就只好 罢李先生的相了 百官一时惊愕 嬴政却立即开始 整顿政局 听说你要做我叔叔了 看着落矮得意的奸笑 嬴政强压怒色 平日忙 今日陪我读读吧 小城位高 岂不得忙 没想到一个宦官 都敢忤逆自己 秦王大怒 大马都为高 秦王将落矮 推上王宫第一高楼 再让将军传话 大王问落矮 高不高 为害怕 落矮竟一时没有回话 于是又命士兵手持兵刃 逼落矮向前迈的 秦王不过瘾 又命落矮边走边卸甲 稍有不慎 便粉身碎骨 不等长袍落地 黄问二三得起 大王说己 就是己 秦王得意纵马而去 落矮却神色一定 大步走过独木桥 如履平地 我不陪大王玩玩 他对我放不下心啊 这是一场势在必得的夺位之战 既然秦王已怀疑自己 落矮自知时间不多了 他回到太后寝宫 怀抱两个私生子 在太后幸福的注视下 可怜我这两个儿人 莫非要在宫里 藏一辈子成 秦王正大口啃牛肉 忽然一个小孩跑上大殿 爹爹 太后慌忙起身 落矮一言不发 再看后仗的身影 已然抽出利剪 秦王瞬间意识到问题大 就在此时 陛下恕罪 这是臣的侄儿 因为母后喜欢 赏了衣服 在宫中小猪 秦王立即恢复笑容 秦王端向着这张 和自己相似的脸 又拿起一块肉 塞进嘴里 震怒又惊恐 表情扭曲 烙也足了 肉也足了 要一起办事了 落矮这才恭恭敬敬 送他出门 然而转身就脸色骤变 秦王已经识破 今天不反也得反 而另一边 秦王两腿一软 狂奔回咸阳大殿 身披袍子人浑身发抖 随身侍卫凡于妻 一把握住秦王手 老爷姐必反 臣即可去调动秦军 臣在地下在 可秦王是什么人 秦王一笑 便判了这位名将的死刑 此时落矮一身戎装 携带三千门客 从雍城浩浩荡荡杀向秦王宫 不料宫门仅一手将 被他一箭斩杀 随后更是空无一人 一马平穿 落矮终于感到一丝不安 就在此时 宫门开了 为秦王身穿睡衣 雍丸走出火 身着睡衣的秦王 打了个冷战 吓得飞奔回大殿 门客们士气高涨 已经杀到了门前 下一秒 落矮却身臂挡了下来 下一秒 十二扇殿门大开 数万秦军早已整个待旦 秦军步步进逼 落矮只能后退 准备逃回太后寝宫 谁知来时候 好好地回归不去 落矮就像无头的苍蝇 被全副武装秦军团团包围 此时身后传来声音 落矮 你行不行 落矮转头望去 秦王缓缓从高台走下 却仍是绝地反抗 不想 不想 打 可下一秒 千功其射 门客便死伤一千二百零五 落矮认清实力插卷 却仍想以退为己 用最后筹码换英文 不想 迈着迫不向秦王喊话 不杀我的门客 我就想 秦王点头默许 谁知落矮一回头 门客们已被杀得一干二净 落矮终于认识了 面对如此诚服又残酷的秦王 自己如此渺小年轻 秦王只是摆了白手 侍卫便将两个弟弟绑了上来 天润润 赵太后再也不敢嘴 可惜刚才的硬气已经触怒了秦王 而就在此时 逼情伤的他又一句话害死了两个儿 两个孩子因此被狠狠摔死在地 太后撕下面具 对着秦王打骂 谁知下一秒 落矮被五花大绑压上大殿 赵太后扑上去一把抱住 两人索性破罐子破摔 当着秦王秀起恩爱 随后又想靠感情牌 让赵太后保住自己的小命 人都会以为我是贪恋富贵 才有杀生之后 岂不知不过是你想做我的女人 我想做你的男人 父亲也要过日子 赵太后彻底沦陷 秦王却直接将他赶下去 逼到绝路的落矮干脆于死亡 一句话经得秦王本人目瞪口呆 当年秦公子一人在赵国做人质 落难寒暖 伤人吕不韦 把自己的侍妾送给一人 那侍妾去时已有深厉 秦王瞳孔地震 下一秒强制开机 而落矮也放声大笑 杂种 你问问你老子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